全台只剩一個人的手工藝 今天來講雞毛毯子 彰化的豐澤村曾經是全國第一的雞毛毯子生產地 但現在沒剩幾家 如果要算上完全遵照傳統 一片片親手黏羽毛的 就只剩下城中路了 成哥也是台灣這項工藝的最後一位職人 雞毛比起鵝毛、鴨毛比較沒有保暖作用 所以常被丟掉 但是成哥的父親卻把它撿回來 洗乾淨再晾乾 依照羽毛的顏色長度分類 製作成雞毛毯子 這項工藝品的興起 跟佛具木雕息息相關 因為原木不適合用沾水某步擦 所以雞毛毯子就成為了最好的清潔工具 直到吸塵器的問世 市場對雞毛毯子的需求也就慢慢消失了 成哥的雞毛毯子已經成為台灣的另類文化遺產 甚至還成為旅遊標的 很多人到彰化都會指定 要去成家的雞毛毯子庭院看看 再買幾隻雞毛毯子當伴手禮 我是不是也該行動了呢